哈喽 大家好 这里是老胡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手入门必备的三件护具 它们分别是 是什么 护臀 护膝和护掌 那我们先从护臀开始 首先是很多新手必备的神器小乌龟 这个小乌龟 几斤一手 在我们手里已经借给无数个朋友用过了 这是我的朋友从国内给我背回来的 那时候大概全美都没几个小乌龟吧 因为亚马逊上还没看腐败呢 它不是坏了吗 对 它有点坏了 你看 小乌龟土棉化了 土棉化 但是这个小乌龟也让你脑震荡过一次 这个小乌龟我不是很推荐 如果你头两天第一天第二天去用它的话 你又很可能坐在雪上站不起来 因为你穿着它 其实跟不穿它来相比的话 你单板很难坐着站起来 特别是女生朋友 它的核心力量没有这么足够 然后它就很难 特别是后任的时候很难起来 然后你摔倒的时候呢 又不能用你的背部缓冲 所以这个不是特别推荐 人体上利用率不是很高 对 用一下已经会推坡的朋友就可以不用它了 首先要声明啊 今天这期视频没有任何赞助 全是我们良心推荐 全是我们自己用的 对 首先我们讲一个很火的日本品牌 叫开武者 就是这个牌子 之前呢我在抖音上啊 看过很多人推荐 所以早就种草了这一款护存 然后我今年就买来试一试 其实呢也没有说的那么神 不过确实做的很轻 防护性也很好 但是缺点就是价格特别贵 美国买不到 我是从日本海淘的 加上运费也得将近小两百刀 国内买也得一千多 所以一千多人民币啊 所以这个缺点就是贵 但是防护性能好 所以有条件的同学 可以考虑日本的品牌开武者 穿着特别舒适 然后如果想一步到位的话 然后又有手头又有钱的话 就可以买这个 对不差钱的朋友 开武者 OK 那北美比较available的选项呢 就是这个一个加州的滑板护存的品牌 因为我穿过很多护存 就是国内的那个黑膝我也用过 黑膝的缺点是你穿着它 你比较难下蹲 就它比较限制你的rangial motion 就是你的关节 好吧 它会限制你的关节活动度 所以我挑护囤呢 最重要的事情是 它不能影响我关节的灵活度 所以这款护存在我使用下来 它是在有很好的保护性能的前提下 它是不会影响我站起下蹲的 它的设计的应用场景呢 就是摔到水泥地上的 类似的这种防护等级 所以它的保护性我就不用说了 然后舒适性我觉得也还可以 而且它可以拆卸 它其实可以把里面的这些pad给拆出来 可以这样拆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拆的薄一点 像我划一顺的时候 我就把右边半边屁股的这些pad全给拆了 因为一顺的右边pad屁股怎么拆 对一顺只摔到半边屁股 所以我就穿着半边护存 另外半边就是空的 大家买护具的话 D3O是一种防冲机的材料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缺陷是什么 它预冷会变硬 有些厂家又特别的别出心裁 他喜欢把D3O的材料放在这儿 就屁股中间围骨着这儿 然后你天气一冷的话 它会冻得巨硬 然后你坐在地上 你就像屁股这里最中间 割了一块石头一样 坐在一块石头上 就围骨那反而没有保护 最疼的甩的 谁穿谁知道 所以大家看到D3O的护甲还可以 因为你的身体比较热 它不会变硬 所以护臀护膝的话 最好不要买D3O材料的 那护膝 之前我们用过一款 外面是硬壳的山地自行车的护膝 然后那个护膝的缺点就是穿着不太舒适 而且很影响下蹲 所以后来现在因为摔的不是特别多了 之后我就换了薄的护膝 现在基本上都用G-FORM的薄的护膝 大家看很软 你可以随意扭曲 但是这款护膝的缺点就是 它防护性不是最好的 但是它的灵活性是最好的 但容易滑 就是它这边固定的不是很老 容易会下滑 我穿的时候 它本来你穿在这儿 然后你滑着滑着滑一天 它会滑到这儿 然后你膝盖再一撞很有可能会撞到 所以你时不时得给它提议 所以这个推荐水平比较好的朋友 可以去用这个 水平好一些的朋友用软呼吸 水平不够的朋友可以考虑这一款 POC的 POC是一个山地自行车品牌 户外品牌 然后它这款呼吸叫 什么都做 怎么会是山地自行车品牌 那就是一个很有名的户外品牌 一个特别贵的户外品牌 它比较贵 然后这一款叫VPD2.0 它不算特别硬壳 但是还是软的 还是软的 但是相比起这个G-Form来说 已经特别硬了 这个壳 还是比较硬的 就是我穿的感受就是感觉 它整个把我膝盖禁骨住了 所以你一般是不走 就是防护性能特别好 但是我觉得它影响我下蹲 虽然老胡说没有影响它下蹲 我蹲不下去是水平问题 不是护具的问题 反正我只有哪天要跳坡 要刺肝 我才会用这个呼吸 一般情况下 我如果正常滑 我只用薄的呼吸 对 POC还有一款是Air的 那款不推荐 朋友说防护性能没有这款好 如果要买POC的话 直接就上VPD2.0 有一款是蓝色的字的 那个VPD Air 那一款比这款便宜一些 这款是2.0 那我也没用过去说是防护性能不达地 对 我们推荐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 让大家能买护具 就买一步到位 不要花肝往前 因为我们其实买过很多套护具 然后当然前辈的护具 也有二手裙转掉什么的 现在用的护具就是这些 所以想推荐给大家 就是真的能一直用下去的护具 嗯 好了 接下来呢 是 大家很容易忽略的一种护具 但是我个人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护具 因为我受过最严重的伤 就是手腕的伤 虽然不是滑雪滑的 我是滑板滑的 但是手腕如果受伤了的话 它的恢复周期真的很长 手腕和脚踝这两个关节 大家如果受过伤的朋友一定有同感 它的恢复周期特别长 我大概好几个月都没有好透 然后直到第二年学计 我才感觉自己手腕完全好了 这个呢是某宝上某品牌 是D3O材质的 在手掌心这有一块D3O 然后是一个朋友送我的 然后我个人用的感觉非常不错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它有一点厚 而且比较热 它有点厚的话呢 你就要买很大的手套 你就算我现在手套比正 比我正常的手套要大一号 但是穿的还觉得很紧 这一款呢是Dakine的一个护杖 在北美很容易买到 你在网上一搜亚马逊什么的 20刀很便宜 但是这个是非常值得买的一个护具 它前面是一个硬壳 很硬 然后你戴上之后 然后再戴上手套 用它你即使摔倒了 下意识称D的话 手腕也不容易扭伤 这里再补充一下 就是我们正常来说 它让你摔D啊 不要用手腕去称 而是做一个这样的姿势 用你的前臂去支撑这个冲击 然后两只手握拳 但是99%的人没有办法 在下意识上做出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还是很多情况下 会不自觉的用手腕去称 所以我个人觉得护掌是特别重要的一个护具 但是这个护掌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戴上之后啊 我就很难去操作一些事情 我连拿雪板都拿不理所 因为它这儿这个硬壳非常硬 它会让你整个手腕这儿就熬不下去 但是总结来说就不太舒服 不太舒适 但是保护性是好的 保护性好 然后也比较不太舒服 手套也比较好戴 因为比较紧致 对它比起我之前说的这个D3O 这D3O厚厚一层 这个呢它的硬壳非常的薄 所以你即使手套没有加大 也是可以塞的进去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手套买大一号 然后现在我个人戴的比较多 就这种普通的健身的护腕 我只要给手腕夹压这样缠一圈 我防止自己稍微扭一下就好了 我不喜欢戴硬壳的 因为现在我基本上如果我摸地的话 也不会用手去撑很多重量 但是这个需要水平好一点的人 就如果是新手一直摔的话 还是不推荐这种 防护性能不够好 所以最推荐的还是这一款 又便宜又好用 打看一个护甲 然后我们补充一个护甲 护甲呢我也有一件 是日本的开武者 然后这件护甲我用两年了 个人感觉它的防护效果非常好 最重要的优点 我挑护甲只关注它轻不轻 因为有的护甲就穿在身上有三公斤多 就像你背了一个杠铃上山似的 影响你做动作呀 但是这个开武者的优点就是 他真的做的特别轻 就是穿这样的舒适度很好 我之前买过一件黑膝的 然后这边护肘 然后反正都觉得各个地方都个得我难受 我就大概穿了两三次就不穿了 但是黑膝的护臀还行 就是如果大家预算有限的话 可以考虑去淘宝买软护网 不要买那个勺型的 然后这个护甲呢 我觉得它防护性也非常好 保暖性非常好 现在基本上我穿它的 我穿它的目的呢 首先是为了保暖 我在天气特别冷 买一件羽绒服不好吧 花一千多 我在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呢 就会穿上护甲 在天气不冷的时候呢 就不穿 穿它的还有个目的就是防被人撞 其实我现在划大部分情况下 我不怕自己给自己摔残了 但是山上有些人冲的特别快 我觉得穿护甲还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有个朋友就经历过 不过当时他穿还好穿了护甲 然后他就感觉捡回了一条小命 如果没穿的话 他那次真的是会很严重 对我朋友就是上一次出意外 被鱼雷撞的进SU 对 所以我对鱼雷这个事情真的是深恶痛绝 不管单板是双板 我觉得做鱼雷都是一件 不对自己和他人性命负责的一件事情 这三样就是 都是我觉得缺一不可的护具 就每次上山都要带 不能少一样东西 护掌 护臀 护膝 三样东西 在你如果对自己水平不是有 特别强的自信的情况下 我建议每天都要带三件护具 特别是新手朋友 你第一次上学 我就推荐你 你把这些护具满期 就是第一次带上护具 你的体验会很好 不然你就很容易被劝退 好了 那想学单板的朋友 一定要准备好 在滑之前 头盔之外 一定要准备好 这三件护具 那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给大家 分享更多的化学装备知识 喜欢的朋友 欢迎点赞订阅 一键三连 小伙伴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